好在这一边呢 我们看 这一个总复习 他说 E4 line on 哪里一个graph so我的A这一边 我的X等于1 这一边是X等于1 我看他Y会不会等于4 Y等于1-3等于-2不等于4 然后我的B这一边 Y等于2乘1加1等于3 也不等于4 我的C Y等于2乘1-3等于-1 也不等于4 我的D Y等于3乘1加1 然后等于4 所以他答案是D 所以他这个有E4的存在 然后 第二题呢 他要的是 呃 什么东西 X等于-3 然后Y等于4-3-2 4-9-5 所以他答案是C 然后 接着 哪里一个是Y等于3X加2 所以我X等于0的时候 Y等于3乘0加2 所以我有向前走0 向上走2 向前走0 向上走2 这一个 这一个跟这一个就错了 然后我的Y等于0的时候 我就有0等于3X加2 然后3X等于-2 X等于-2 X等于-2 -3 X等于-2 -3 OK 然后 所以他答案是A OK 如果你 懂 就是说 它的Y等于MX加C 我的M是3 C是2的时候 就是说 我在这一边Y等于MX加C M 是3 然后 C 是2 的情况之下 我们知道 它的那个M是Positive Value 所以是向上 然后C等于2的时候 就是说我的Y Intercept是2 所以向上Y Intercept2 就是这样 好 所以第一种方法是-2 3 0 还有02 OK 这Y等于MX加C的 我到 然后 第9课的时候 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 好 在这一边 Determine the Value of Y when X等于-1.4 So 我的X等于-1.4 这边上来 OK 然后 这个是0 1 2 3 3.1 OK 什么 怎么画到增长 3 3.1 也没有3.2 OK 这一边 X等于-1.4 我弄错了 这个-1.4应该是在这一边 -1 然后-1.4 -1-2-1.4 在这一边 然后-1.4 在这一边的时候 过来的 这个是 3.6 好 现在答案是B 其实 如果他有给我formula 啊 OK 我的X等于-1.4 Y等于-3.4 乘-1.4 加5.2 所以我在这一边 mode1 然后 -3.4 然后乘-1.4 然后乘-1.4 加5.2 3.5 接近3.6 好 然后 好不然拿你一个 不在这一边里面 so 第五题的这一个呢 呃 x 等于减1 然后 y 等于 5 减3 乘减1 5 加3 8 ok 这个没有问题 b x 等于 0 y 等于 5 减3 乘 0 等于 5 这个就不在了 那不是 2 c dx 等于 1 y 等于 5 减3 乘 1 然后是 2 然后dx 等于 2 y 等于 5 减3 乘 2 减1 好 然后第六题 我的 x 等于 2 的时候 y 等于 2 power 3 减10 8 减10 减2 所以答案是 d 好 接着第七题 y 等于 x 减4 所以我的 x 等于 0 的时候 然后 y 等于 0 减4 等于减4 向前走0 向下走4 0 减4 然后 y 等于 0 的时候 我就有 0 等于 x 减4 所以 x 等于 4 所以 x 等于 x 等于 x 等于 0 减4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来接着在这一边 他就 2 x 减4 加3 我放 x 等于 1 的时候 y 等于 2 e 减4 加3 5哦 1 的时候是 5 然后 x 等于 3 的时候 y 等于 2 乘3 分解 没有 3 的不用 因为 2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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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全部一样嘛 所以我应该是要放那个减2 x 等于减2 y 等于 2 减2 sq 加3 4 2 8 8 加3 31 ok 所以他这一个是 所以他当然是d ok 然后最后他这一个 x等于那个3的时候 y等于23 square加3 18加321 对全部都是21 好接着第九题 y等于4x减1 so我这一边x等于0的时候 y等于4乘0减1减1 0减1 向前走0向下走1 所以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全部不可以 只有这一个对 然后我的y等于0的时候 0等于4x减1 e等于4x x等于1.4 所以1.4 0 向前走1.4向上走0 ok 好这个对了 然后如果我是y等于mx加c 也是y等于4x减1的时候 我的m是4 然后我的c是减1 所以在这一边 所以在这一边我的m等于4 1x 架1 so x等于1 然后x等于-1 X等于4 所以我的P这一边 X等于1 Y等于2乘1加1 3 OK Q X等于减1 Y等于2乘1加1 它会变成减1 OK So 可是它不等于1哦 所以这个没有 我的R X等于4 Y等于2乘4加1 8加19 49 所以可以 OK So 它这个是 13 减1 减1 然后49 所以我这个是 P跟R 当然是B 好 好 这一边我就把 那个总复习题讲完了